我们周末都是可能还有一些没忙完的事情 会想要去把它做完 或者说要周末难得陪陪家人出去出游等等 但是各位你们都放下了这一些个人的工作 而愿意来到这里 而来听我这个我讲的也不是很好 我讲的内容也不会非常的特别 但是呢你们却愿意来到这里听文这个文法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而且发自内心的要再次谢谢你们每一位 那我们常常会说当对佛法有信心 就算申请那么一点信心 想来听文参加法会本身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而且各位很多都是从早就来这里参加不动佛的 这样的一个整个修法仪轨 持咒绕绕这个坛城等等 这本身非常有意义 那总之首先要谢谢各位的前来 我現在呢呢呢 我現在朋友通過了 因為既然又孩子能戴阿拉 如果我們因為所有個人的人可是 それで什麼東西的人一直丟臉 進行事情去的時候 要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 questão每一件衣服 dos 機靈肌 對 給那個客人的 嗯 呢 中国有 это 他們把 出募ation 出募 出募 的 我的 我談的 的 我找得 如果我们带到这个来的 很容易在路上 因为我们要不要去 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大支 我们要使用 我们要不要去 我们要不要不要去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过的 我们要做了 我们要不要去 让Last万语RA Bro T MAD P ABP ABP B D D 我在當中的阿ocate 的人 sabenIEL我 你真的猜我 你真的閉嘴 Means我想說 你懂一定要 你用膽子 你地不有膽子 国統無接無緣度 跟忍挥 你用膽子 我和阿諳 自信 去 跟屁邊看到裡面的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東西 然後有人看到這些東西 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與屁邊的東西 所以就會的那些東西 還是先去找到 我們覺得這裡有好東西 我們覺得自己有的東西 在我们这个实修的叫做噶马钢仓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当中呢 我们是有六部愿文的就是有六部这个祈愿文是我们要念诵的 然而在过去的传统里面来说呢 这六个愿文当中只有其中的五个是过去的祖师有针对那愿文做过一些注解跟解释 就那么一部愿文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些祖师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 是哪一部呢 就是这个不动佛的这样的一个祈愿文 那所以过去在我跟随十六世大宝法王的时候 那有一次十六世法王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传承里面都会念诵六部愿文 但是呢不动佛愿文似乎没有这么一个注解 那你要写出这个注解 那么如果写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好 那所以这个也就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我是不是一直会想起事的 我就是十六世法王跟我讲完之后 我就一直放在我的心中 觉得说要这么去找出这个不动佛国经 然后要找出其中的到底他发的愿 不动佛的愿 比如说不动佛有发十八个大愿啊等等 很多很多不同的愿 但是这么多年来呢 我发现因为第一个在大藏经的藏文里面传统来说 它都是甘珠儿大藏经 都是一函一函 而且版本也不同 有一百零一函 一百零三函 一百零五函等等不同的说法 然后再来就是都很重 都是很大一个 然后你要去打开它 要去翻找它 发现都很不容易 那么所以我是不是很努力去找事过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找到那个内部经还有里面的意思 当时我其实都一直放在心中 哎呀 我都没有完成十六世法王的这个愿望 我也觉得很挂在心上很难过 但是呢就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呢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他就将这个大藏经电子化了 所以我就可以在iPad里面看到这个大藏经 我马上知道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就去装了这个iPad版的这个电子大藏经 然后呢 我就赶快就找到那一个叫做不动佛国经 所以我就写出了 先是讲说了这个不动佛的各个的愿文 那之后呢 创古文化也将我这个讲解的整理 然后出版成为算是一个不动佛国经的 针对不动佛的一个愿文 其愿文的一个注解 那我觉得不动佛的法门本身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很多人接触到这个法 那都很欢喜 也都对这个法生起很大的信心 有一些朋友说 终于知道不动佛的愿到底是什么 读了那本书之后也非常的欢喜 尤其是现在在每年的祈愿法会上 第十七世法王 他偶尔有时候都会给予不动佛的灌顶 而且有时候定期都会举行不动佛的闭关 那也真的利益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也让很多参与者都非常的欢喜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 这本一本小书的出来之后 也算是参与了这样一个让众生欢喜 弘扬不动佛的一个事情了 第十七世法王 四周之 Birthday, 19 2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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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jeg 00 косve自己工 但可作 DOHW yantyachi d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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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說在你的禮跟人而且 穆nak新的淚就唱了 你有了你 哈嘴巴 你這一點 有人在八 trous darauf站在這 踐道 就是脆 在 魔神 真 dlatego嗎 ? 就是 北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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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cy 北 cią 左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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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有养几次的月份, 在来的月份, 你会爱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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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爱阿拉. 这一天, 你会爱阿拉多姓, 你会爱阿拉, 這個表面是為了 你的身體要是為了 你的身體 用來採用 採用お水se上 就讓你溫度 規定 讓你的手下 其實與你的手下 關於我認為 是在用在金主上 使用方式 想要把你真正的 使用方式 保守 這樣的話 習慣到你 讓你做到 Yourself 那么这么一个不动佛的法门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仪轨 这样一个修持 它是属于佛陀的经典 还是属于它的续典 或者说它是属于显称 还是属于密称 那么我们会说它是属于密称的一个教法 而在密称里面来讲 又有分为四步密序 也就是世步、行步、于且步跟无上于且步 总共有这样的四步 那这个不动佛的修持法门是属于世步的 那相对于无上于且步 它好像是比较基础的 比较初阶的 然而呢虽然说它是属于世步 但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会对我们带来 尤其一个行者带来非常大的利益的一个法门 原因在于什么呢 首先我们每一个众生 我们白话来讲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想要离苦跟得乐 无论是身为人类也好 是动物也好 或者不论是体型 是大是小也好 我们都会想要离开痛苦跟得到快乐 然而重点就在于怎么样离苦得乐 那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消除三种负障 或者一般说叫三障 那第一个障就是业障 第二个障是烦恼障 第三个障是所知障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消除 如果你能够消除这样的三种障碍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再有痛苦 你能够得到快乐 但只要你还有具有业障 烦恼障所知障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离苦得乐 而在这三障当中 可以说就是我们修持者 这种三种负障 就是我们要去对峙的 而其中可以说 短时间暂时来讲 我们眼前最重要该要面对的 其中一个就是业障 那么什么叫做业障 业障可以说就是 你的身体语言跟你的心意 这身口意 它不断地在行为之后 而累积出来的各种的业 它就成为了一种叫做业障 那严重的话来讲 它会让你落入 就是恶业来讲 它会让你落入到恶道 或者说稍微轻微一点的对业的话 它也会障碍你投身到善道里面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 首先你要修持对峙业障 是很重要的 那么尤其业障身口意造作的这些恶业 最后都会自己要来领受 所以你就要懂得一些方法去清净 或者说忏悔这些业障 是非常重要 那在这么多的忏悔业障的方法当中 最殊胜的其中一个就是不动佛的修持法门 那这个法门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利益 就是消除这个业障 去已有igt买的只是 去遇取这个业 那眼睛在哼哼去 那眼睛在哼哼来 那眼睛在哼哼去 这眼睛在哼哼上 这眼睛在哼哼上 在哼哼哼来 有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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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很多人都 double government才格的 老闆19均知道那些人有 wam错的 成为换来了 努力的了他的 32亭霸子了 大的 echo 他们有人 widget 有个新的 车 观察 这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了 这样子呢 如果我们要做到决定的话 我们要做给云上จ生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做一个用的做法 我们一辈从什么都没有过去 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的做法 我们我要做一些项目的做法 是不是我们要做这种做法 我们要做这个做法 礼 dipping breakup 夾效果 枢梿 果然若下意所向 THERE 完全暖和食道 传宿 indna na fa me 礼iş一切 地讀断练 火花花رت THAT NY ㄴ bendwar province 的 神贙格 茱近争 人日生活 成长内 人生活 抗余ground 地 棄床 delivery 沙盾 trä角 的 优牌 亭新华 tribunal 這次廣告因為 心情會如果我們發生的糟糕、 平時靜時, 如果我們有冠軍, 我們也會跟我們做過了 但你們如果, 他們會難以到 因為他們會隨時 很容易有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會遇到 他們會有很多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样的一个业障 那什么叫做业呢 我们按照在据舍论里面有提到 有四种业 那一种呢就叫做现世报的业 第二种叫来世报 再来一种叫做再多生之后的一个果报的业 再来是一种叫不定业 有这四种 那么它可以说就随着你的业力的强弱来分的 比如说最强最强的一种业的话 它叫做现世报的一种业 它的力量就是在你今生 你因为做了什么 因为它很强烈 所以今生这个果报就会现前 那第二种呢叫做来世业 就是你今生你做了这样的事 但今生它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而是在你的来生的时候 它才显现出来 再来第三种 它的力量又再小一点 就是你今生可能做了些什么 今生没有任何果报显现 来生也不见得有 但是它在更多生之后 慢慢慢慢它会果报会显现的 再来一种是业力的力量最小的叫做不定业 就是它可能就不会出现 然后或者一些因缘具备的时候 它就才出现或者不会出现等等 所以对于一个修持者来讲 我们针对恶业的一个修持 或者说业障的这样的修持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就在于 这个要清净这些恶业 不要让这些恶业显现 要清净它 再来就是要让那些善业能够开发 能够真的开花结果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讲到业力这一块 很多人也常常会挂在嘴边的 就是说反正一切都是业 做什么都改不了 这就是我的命 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其实你也并不真正懂得业 因为业可以说它有过去的业 但也有现在的一些缘 就是它必须是过去的业 跟现在的缘的一些合和 换句话说 你透过一些现在的缘 你还是可以改变过去的一些的业 这现在的缘 它指的就是修持 所以像是在极天菩萨 它的入菩萨行论里面 它就有几个记文在谈到这一点 它说譬如说一个罪业非常重的人 他做了一个比喻 就像是他到哪里都很害怕 他也可能会如果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或者充满了各种这种恐怖的地方 他如果有一个勇者 或者一个有经验的人跟着他 他就不会害怕了 所以就像是这个比喻 我们可能会害怕这个业力 害怕这些果报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勇者陪伴着你 这个勇者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菩提心 你的慈心跟悲心跟菩提心的修持 所以如果你具备了菩提心 慈悲心的修持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害怕这个恶业 甚至这个过去的恶业 它能够得到清净 所以再做一个比喻 极天菩萨又说了 就好像就算你造了再大的这些恶业 如果你具备了菩提心的时候 它的功德利益是很大的 它能够将过去的这些罪业全部的摧毁 就像是一把这个火能够烧掉 所有的这些草是一样的 它的小小的火 它却能够烧掉整个这些草 它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重点就在于 我们要透过一个修持 要不要让这些恶业成熟 那不仅是如此 而且你更有一念心是还要利他的话 那这时候不动佛的法门 它就不仅仅是清净你自己的罪障 你自己的恶业 而是你透过这个法门 你可以专注地回向给那个某一个对象 你的所缘境 可能是某一个人 你就特别为他修持这个不动佛法门 帮助他清净他的这些罪业 帮助他不要落入到恶道 这也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 他在想可能更好 第二十多人的宣传 如果他们会有恶物的方式 那这个政府的法门 他来讲他 是什么 他们会有恶物的华 然后都在说 他提供他 他呢 他家里的 他能说 我们这个羊羊羊羊都是做会我们的东西 跟我们鼓부� shoulder thread 我 而如果小朋友们的身体订阅愕 这是 qandirhez的 就像一般的状态一般公司的 也像一般的状态一般公司的 您是代表在地产生化的 请求一般创建的 您是招建的 在水中的重点 而这种东西 今天是有的 那么快动 如果我们能做出 当我们的风寻 没有人生化的 如果你的教训会 drops的这个功率,的话,就是这样子, 那有太多作为教训会. 如果你的教训会是适合教训会, 开始肯定会调整。 我认为教训的数字, 如果我要做这个功率, 就会调整会。 例子也有一些很多的教训会, 你能說出你說話eras要停止 你能說出說話來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起修持了这样一个不动佛的法门 那僧众他念诵了这样的一个仪轨 而各位呢也跟随修持听闻 而且呢我们刚刚也举行了这样一个超见的这样的一个仪轨的部分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也很殊胜 我们可以说是二利自利也好也是利他是非常好的 那么常常我们说做修持就像刚刚最开始讲的 重点就是你要懂得要对峙你的三账就是三种负账 第一个就是业账再来烦恼账再来所知账 可以说整个修持容归纳来讲就是你在对峙这三种障碍 那么因此你要能够具备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对峙这三种不同的障碍 你要知道这个方法个别是什么就非常的重要 那你会看到佛陀就告诉我们好多好多好多的方法 就是在对峙这三种障碍我们叫做八万四千个法门 然而其实归纳来讲佛陀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祭言 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所以归纳来讲重点就是你要止恶行善 其实就是从这个下手跟从这个开始 因为讲了那么多说你不要承受恶业的果报现前 或者你想要很多善业的累积 但如果自己不先从止恶行善这个去做的话 也不可能有善业的累积的发生 那或者也不可能有恶业清净的情况发生 是不可能的 但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怎么能够真的做到止恶行善呢 其实就是第三句叫做自尽其义了 就是你随时回到自己的心 试着管好自己的心 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心 而总是向外的善意 向外的善意指的就是你可能跟着你的烦恼就跑了 你跟着你的贪心 撑心 愚痴等等又跟着跑了 或者你又跟着强烈的执着开始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不停地又造业了 又造刚刚所说的这些恶业了 然后你想做善业 但你会发现又没有力量 也没做到任何的善业 所以讲回来其实都是在这第三句 就是自尽其义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那不是在这三个眼里 又是在这第一句的 在这一句话 就在这一句话 你会发现了 像有个人的名字 但是你要发现了 你会发现了 所以就像这些人的 我说你会发现了 这些人的名字 我说你会发现了 但是我说你会发现了 所以就像这些人的名字 如果我发现了 你会发现了 自己的名字 我发现了 你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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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如何做到貼文、 我和你 neuro寶寶說, 我和我們同樣的身體你們 我到現在他們會想做你的 都不會做到自己的 都不會做到什麼 都不會做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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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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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不可以跟我們來不知道 那證實在想要發生的 不可以跟我們說 不可以跟我們說 不可以交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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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ジャシオ マジdan カットハス神 他也得花归 但是他也得花紋 他也得花作成的 친구들和看法做自己的作用 这样后生活很有钱 其简单 Soares involved 呀다는 野文字牙旁 theatricalries 呀这一根 simples 呀傅生生是 达宅我我 要联 powers 要联的 他说 算予那将 那些您的 做着 这些 呀傅aven 未来 关注 停止 因此我们要自尽其义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会问说那要怎么做呢 那佛陀就告诉我们说 基本上它有分为初学者 你可以做的自尽其义的方法 还有再进阶一点的 还有再来就是很高阶了 你可能已经很自在的人的 你可以调伏你的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的祖师们 也告诉我们就是各种的口诀 或者说方法在教我们怎么样调伏自心 或者说自尽其义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初学者来讲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可以怎么样让我们每天不落入到这些烦恼当中呢 这个方法就是你要具备第一个正念 第二个正知或者说一种觉知 第三个就是不放异 这三个是很重要的 举例来说 第一个就叫正念 意思就是你每天就提醒自己 我不能够生气 比如说还有爱啊 我不能够生太贪心 再来我不能够嫉妒 再来我不要吝啬 这就是一种念头 一个正念 它随时都在提醒你 不应该要有这样的烦恼 不要有这样的烦恼 它会让你变得比较稳定 而这种念它是很稳定的 会带给你一种稳定 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 但不仅仅是不这么做 再来你是要试着去观察 因为你不能说你起个念 然后不管它了 但你随时要觉知 要随时要正知觉知 觉察到 我说我不要生气 但我做到了吗 就是你随时要去观察自己 当你第一个有这样的正念了 再来第二个 你又随时有观察 有觉知 第三个就是不放异 不放异它代表的是一种 你一再一再的 再次的提醒自己 我不要生起烦恼 还有我要随时观察自己 就是你随时随时的 在提醒自己 不放异不放异 那当你如果具备了 这三个的时候 其实你就做到了 佛陀所说的自尽其一 这就是它的要点 就是这三个 自尽其的要点 那因为很多年来 很多朋友在会来见我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首先他们会说很多很多 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情况 我记得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说 他说 这个我真的是气死了 然后我太容易生气了 我知道不应该生气 我也告诉我不要生气 但我就是一直不停地会生气 请问人不求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什么口诀 或者说方法 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刚刚谈到这几个方法 但同时我告诉他说 重点在于习惯 就是你必须要不停地提醒 你自己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要怎么样养成习惯呢 第一个 早上起来就先提醒自己 哦 我起来了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很严重 就是我容易生气 你早起来就先提醒自己 那么我今天我要试着保持正念 保持觉知 还有我要不放异 我要能够不生气 就是你早上起来就提醒自己 然后呢 接着到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呢 你就再想一想 我今天早上发了这样的一个誓言 那么我到底做到没有呢 你想想 嗯 不错 我没怎么生气 那你就很欢喜 生起一个欢喜心 鼓励一下自己 很好 我明天我继续 我还要这样子做到 但如果你发现 糟糕 这个早上讲的 根本就完全忘掉了 你可能气了很多很多烦恼 但这时候你也就忏悔 然后再来你就说 没关系 我明天 我试着要再努力 我一起来 我又要记得 这就是叫做一种养成习惯 是你每天要去做的 早上记得提醒自己 保持一个正念 然后平时白天就觉知 到晚上再来一次的检查 好 做到了 欢喜 没有做到了 忏悔 就是这样子 每天每天从早到晚 然后保持正念 保持觉知 再来不放异 其实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去做 你就会慢慢发现 你的心被管好了 心管好了之后呢 身体的行为跟语言 它自然而然也会就被调伏了 所以你就不容易 再造各种身体上的罪业 或者说这种语言上的恶业了 因此 她在帝陀佛 让 baggage存在书运 灯 送多く grip 像ically 他自然而然 你去 自己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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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你自己 是 那么 叉 如果您有这种感觉,您有这种感觉,您有这种感觉,您有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也就是一种精进你的习惯,然后你也保持了这样的一种随时带着这样一个观念,我要有正念,要有觉知等等的话,它不就只是你一天,两天,三天这样做到而已,也不只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做到而已。 你要试着是不断不断的,因为这就是佛法的最重要的羞耻调伏你的心,你要不断不断的习惯,不断不断的羞耻,不断的对佛法的再次的升起这种信心跟前程心,你要不断的每天要保持觉知,保持正念,然后要不断的不放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有一天,你的心就很自在了,很容易受到调伏了,再来你的烦恼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 那么这个就是修持最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 梦桥涅 在身材上去的家政中 在家政中根部学院的经验 在一年里的体制的家政中 当 habían家政中的家政中 之后可以进步,拿里面向开柔走 如果有药mes 大膽 伎否 贴苗 늘能够 大家需要喘意 있으니까你的改革乒多重 tuna求我宗主食住员 我宗主食视食住 集顾持着 这个生意因为可能是我的胸 教习 你好ич有点稀罗 compassion hoş 把他疲惧,他去做生意,他去做生意,去做生意, 他去生意,直向他,他在巡邏, 他就跟他的傻伙就想到, 他在会在床上,他在床上,他就跟他在床上, 他他在床上,他在床上跟他在床上, 一床上,他在床上,他在床上啊, 那些人都在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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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修持一段时间你会很有热情 我要不断地修不断地具备觉知正念 但你会发现好像这个热情又没有了 又回归一种没有再修持的状态 但这时候记得再提醒自己 又是回到要调伏自信 要自尽其义是很重要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学习佛法跟思维佛法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就像世青菩萨告诉我们 最开始你要先具备戒律 但具备戒律接着之后你就要去听闻 然后再接着迈入这个实修 所以在最开始你具备戒律的时候 指的就是比如说皈依 然后你对佛法生起一种信心 这个佛法很好 你想要医治它 这是你先具备这样一个皈依界 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因为你接着你可能佛法到底是什么 你会有疑惑 甚至可能听多了想多了 可能会别人说的你还生起邪见 你可能对佛法生起邪见 或者你又懈怠了又不想听闻了等等 所以在这个阶段听闻的时候 你也不是马上就懂得的 所以也是一样你还是要继续的不断的不断的习惯 所以过去的这些佛陀所开示的这些经典 还有祖师们的这些口诀 还有这些论点 比如说印度有六庄严 印度的大论师所写的论点等等 只要你们有时间应该都多去读 多去学习 因为慢慢就能够消除很多的疑惑 消除很多的邪见 那方法还是什么 还是只有一个 就是习惯 还有不断不断的去阅读 那有时候我也觉得 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 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时代 因为汉传佛教的经典也好 藏传佛教的经典也好 真的是过去的这些异师们的恩德 它都翻译成各自的这些语言 就过去的佛经 或者说过去祖师们的这些口诀 或者是这些论点都非常的丰富 当然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很忙 没有时间读 但只要有一点时间 记得读经 阅读 或者说文思 它也是习惯 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翻阅它 不断的去听闻它 不断的去思维它 这是非常重要的 练习掉的变化 很重要的 这是北手的 东西派 先是 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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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